外國公司 將近百位旅圖爾旗伊朗人 聚集在伊朗駐伊斯坦堡總領事館前 因為22歲的伊朗女子艾米尼 先前疑似指因為沒帶好頭巾遭警方逮捕 結果陷入昏迷不幸去世 消息一出引起公憤 如今這抗議的聲浪也散播到圖爾旗 抗議人士手舉艾米尼的照片 現場呼聲不斷 也有人高呼對伊朗政府的不滿 地方政府不敢鬆懈 從離總理事館最近的捷運站一路駐警 附近路口則有數十名配有警棍盾牌的警察 同時擴大管制區域不斷驅散抗議民眾 儘管抗議民眾情緒激昂 但警民沒有推起衝突 旅居圖爾旗的伊朗人表示 伊朗就像封閉孤島 政府要殺人相當容易 民眾無法保護自己 因此海外人士必須替國內民眾發聲 面對不滿情緒持續延燒 極端保守的伊朗總統萊西 也已經下令調查艾米尼的死因 中央設計的鍾佑珍 伊斯坦堡報導